全智贤夫妇被目睹约会散步 陪伴六岁儿子名校就读 新浪娱乐讯 据韩媒报道 9月全智贤被目击多次与丈夫崔俊赫 在仁川松岛一带甜蜜约会 在咖啡店一起买咖啡后去散步或者是去吃饭等 据悉 全智贤六岁的儿子 今年初考上了位于仁川松岛的某国际学校 该学校是美国学历 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财阀子弟 也能就读的前1%名校 全智贤和崔俊赫是小学同学 认识很长时间后发展成恋人 2012年结婚 2016年生了第一个儿子 2018年生了第二个儿子